欢迎订阅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唐杰安 马上现在带你看到今天有哪些国际新闻重点 日本首相相隔八年在访问范蒂冈 郑州今天开始封控 民众逃离导致交通堵塞 多胎案审议意见遭泄密 威胁美最高院公信力 德国称支持芬兰瑞典入北约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乌尔战争美国持援 3号美国总统拜登前往阿拉巴马州 制造反坦克标枪导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厂 他表示这场战斗不会便宜 但屈服于侵略的代价会更大 我们需要更多钱 就是保证了两条美国还有一些 프�桨安斯 旨立直到达海尔国的困难 自由安全 并让他们明显得更多适合 和自由安排的总统 香港人 然后我奉通了国内封报令 快速帮助颁开导ру继续决定 对攻击抗产逐抗产 正如同时他们赢得 free 和确议 拜登将这趟访问意在催促国会批准他所提议的33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计划 其中包括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项法案的条款还包括简化没收俄罗斯权贵在美资产的流程 让美国得以没收俄罗斯权贵的资产变卖 并将款项直接交给乌克兰 乌欧战争之际国际也加大力度关注台海安全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欧今天提出 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 要求美方优先处理对台湾的军售案 并且不再限制出售给台湾的武器 只能是防卫性质 而是有助于台湾嚇阻共军侵略的武器 法案也呼吁美台建立共同训练计划 包括进行完整规模的军事演习等 读过法案通过 美国也应该在未来10年内 每年提供台湾2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基金 卢比欧表示这部法案能迫使中共企图侵略台湾时 三四二后心 他主要是强调就是说 平常就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 从人员的训练到军供的提供 再必要的时候才有办法强化 过去台湾关系法所强调的 提供台湾的武器相对是所谓比较保守的 防卫性的 甚至是所谓的比较不具 这种攻击性的武器 可是现在的战争形态又要改变了 没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嚇阻力量 是完全可以靠防御来达成的 所以我想他的提案是非常好 而且是非常反映的 在误外战争之下 台湾的需要 昨天是联合国定定的世界新闻自由日 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 当天分别发表了声明和讲话 强调新闻自由的重要性 布林肯表示 中共在2021年 共关押了50名记者 其中8名记者来自香港 是监禁记者最多的政权 对于台湾媒体受到中共势力干预的问题 布林肯表示 美国持续与台湾合作 对抗中共的混合战 台湾是很简单的 在前面的领域 的区域传统策略 包括货币 尤其是货币尤其 尤其是货币尤其 货币尤其是 这些制裁成的 基本上是 导致的 货币尤其 和 建造社会的敏感和其他种类似的关系 但这是我们非常专业的东西 我们继续工作 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访台外交部长吴钊燮三号晚间 在台北宾馆宴庆访问团 吴钊燮以台湾传统小吃米糕款待日本一元 象征台日关系步步高升 吴钊燮宴中表示 台日在人道救援公卫领域互相帮助 成为各国典范 希望透过美食交流让双边关系更紧密 立法院长游锡坤也将与访团会面 游锡坤也赠送凤梨酥到议员下榻的饭店 预祝行程顺利 日本媒体人石板明夫在脸书表示 此行来台议员中很多都被视为明日之星 而青年局的成员多为正二代精英 自民党青年局也就有首相摇篮的说法 美国机管中心CDC根据通报病例数 在台湾时间3号升高台湾的疫情风险等级 外交部长吴钊燮四号表示 这不代表禁止来台 台湾确诊人数增加 根据通报病例数 美国机管中心CDC本周将台湾的旅游警税等级 从低度风险升高到第二级中度风险 美国CDC的发布的这个警示的话 并不是说禁止来台湾 而是警示他们的人民如果要来台湾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到台湾的这个疫情的状况 根据美方评估的标准 二级中度风险是根据各国提供的数据 过去28天内 每10万人有50到100人染疫 CDC监控的约235个地点中 有近半数超过110个旅游目的地 被列为第三级 疫情严峻的中国 被美国CDC维持低风险等级 不过根据美国国务院上个月更新的版本 是将中国大陆列为重新考虑前往的第三级 美国国务院还在声明中提醒美国公民 中共政府扩大了疫情防控措施 包括居家隔离 大规模检测 场所关停 交通中断 风控还可能导致家庭成员分离 新唐人亚太电视 怎意好 台湾台北报道 在关心 在中共的清零政策下 拥有2000万人口的北京管控不断加码 而拥有1000万人口的河南郑州 也紧急封城一州 居民涌入超市大采购 苹果代工厂富士康宣布 继续维持闭环生产 绵延不绝的车辆堵在马路上 郑州市民为了在封城前抢购物资 涌向超市 有了上海西安等地的前车之间 民众对政府的宣传免疫 货架很快空空如也 目前当局公布的单日确诊病例 都十个位数 实际情况不明 但5月3号起要求封城一州 同时在主城区展开多轮强制核酸检测 24小时内没有检测者将成为黄马 在北京常住人口约有2200万 当局不断大规模强制检测 3号宣布在全市12个区再进行三轮检测 另外关闭博物馆和旅游景点的室内展厅 学校方面则是推迟开学一州 这疫情当局心里面早比我们有顶多了 知道疫情不严重 但是以前说的话又不能说 放任了以后不就承认过去错了吗 扇自己耳光了 所以无论如何印着头皮都还要说 5月5号起北京市将核酸检测常态化 公共交通出行上班上学都咬出是阴性证明 新唐人记者宇婷综合报道 当前中共治下的中国正面临着国内国外的全方位危机 专家表示中共二十大权力争夺下的风控 加上俄乌战争都在加速着中共远离世界体系 美国智库布朗斯通研究所所长杰弗里坦克 亲眼见证中共当局对上海清零封城的措施之后 曾经对中国经济前景和发展相当乐观 并支持全球化的他 如今不再看好中国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张嘉尔 张嘉敦认为应对疫情的政治清零 是导致当前中国经济衰退的多重因素之一 而且中共无意放弃该政策 张嘉敦认为现在有内外部两大作用力 正在加速中国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大系统中脱离 推动中国与世界脱高 国内原因就是今年秋季中共二十大上 习近平是否能够实现其第三任期 如果无法成功连任 中国将陷入混乱 如果习近平继续掌权 其政策势必导致闭关锁国 外在推动中国脱钩的力量 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让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认识到 不能依赖单一供应链 去全球化的行动 一跃成为各国的优先事项 We see companies starting to understand that globalization does not offer a secure path forward because the oceans and skies are not going to be a reliable means to transport goods but companies for many reasons see that they need to locate production in various places You can hear them talk of move away from supply chains that term to supply webs In other words having alternate sources of production 张家敦指出 当前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危机 人口增长衰退和人口老龄化 疫情四起和政治清零 政府债务危机 房地产泡沫 粮食短缺 环境恶化 以及支持俄罗斯入侵 导致的被孤立和敌对化的趋势 而中共对此毫无解决之策 先堂记者李澜 David璋采访报导 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海泽投书表示 对中关税无关通膨 不该降与中共 纽约大纪元报相遭突兀 警方逮捕两名嫌犯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台湾 保望PVC速钢浪板免费申请方案 欢迎政教机构 宗教慈善团体 农鱼会来电申请 保望PVC速钢浪板 隔热降温 雨天降噪 不生锈 不导电 不自然 压不坏 抗冲击 耐酸减 好回收 快来电申请 每月限三十名 保望PVC速钢浪板 阿公教我 用心真诚对待玩物 阿嬷叮咛我 别忘记吃好的食物 团圆之时 暖心暖胃 保持幸福的礼物 农米预录 World One 优胜游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游风能够确保机械 正常安全的运作 阻折外界污染物 并防止漏油 融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台湾制造专业第一 World One 优胜游风 我回来的 诶 等一等 微生物 PM2.5 TVU.C 可以进来咯 可是臭氧还在耶 蛤 臭氧 全球臭氧空污危害 已超越PM2.5 IPI空气清淨机 UV臭氧双重抑菌科技 活性碳过滤 搭配臭氧分解技术 四大功效 一击搞定 远离臭氧危害 守护家人健康 IPI空气清淨机 根据Alpholiner最新统计资料 朝阳海运线有院里TEU总数字 已经赢过日本最大货柜轮航商1 全球排名几近第六名 中国网约车企业滴滴出行 在一份文件中提到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正在对滴滴去年 赴美首度公开发行股票一试 转开调查 滴滴出行去年以每股14美元价格 在美国股市上市 遭中共要求查查 滴滴出行的股价就此一路下滑 周二的盘后交易价格 跌到只剩每股1.87美元 日本经济新闻 依据QuickFactSet数据 对627家市值规模超过 100亿美元的亚洲企业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从2月23号至4月22号 俄乌战争开打两个月 以及中共新一波封锁期间 高达69%市值缩水 其中滴滴重挫了59%受创最深 电商京东则下滑了27% 腾讯与阿里巴巴双双下跌了23% 台湾台积电下滑11% 南韩三星电子则下挫8% 彭博报道 中共对澳洲葡萄酒的进口关税 已经使澳洲葡萄酒出口下滑 过去一年的销售额约锐减了26% 北京在2020年对澳洲葡萄酒 征收高达200%的关税 关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高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周二以阿里巴巴为首的科技股 只限下跌几百亿美元瞬间蒸发 只因为一则关于马某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新闻 尽管官媒事后澄清与辟谣 分析认为这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失误而已 背后是中共政府对企业的警告 记者王于赫有更多说明 好的 5月3日上午港股突发大幅低开 以阿里巴巴为首的科技股直线跳水 一度大跌约9% 起因是一条关于杭州马某 因涉嫌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 被国家安全局采取形式强制措施的新闻 突然被各大媒体推送 人们怀疑马某说的 就是出生于杭州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阿里巴巴股价应声下跌 事后官媒澄清 是杭州马某某而不是马某 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发文辟谣 阿里巴巴股价随之又急速拉升 中国学者黄日涵发文附上一张马云的照片 指出马云5月1日还在杭州湖畔创研中心中树 尽管是虚惊一场但人造成不小的影响 时事评论员秦鹏发推文说 告诉你什么叫惊弓之鸟 一句马某让阿里巴巴闪崩 几百亿美元瞬间蒸发 就这样还发展经济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共想整肃谁就整肃谁 不需要正当的理由 所以投资人才会如此惊慌 即使赔钱也要抛售股票 很多人甚至连支付宝都吓得要卸载了 当局的所作所为 已经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所有人都缺乏对政策稳定性的信任 环球时报英文版披露 新闻所指被采取形式强制措施的马某某 实为一家科技公司硬体研发部门总监 但网友也疑惑 若是一个普通的马某某 为何要全网推送 秦鹏认为 这背后是中共政府对企业的警告 作为专业的新闻机构 央视等媒体当然知道 应该用马某某表述案件当事人 即使只发简讯 也必须有基本的要素表明案件简况 绝对不会谋能两可 全网推送的时候 就不能用小编来失误解释了 习近平29日政治局学习会议 才发表26个监管 表明中共不可能放松 对科技巨头们的管制 这次事件是有意为之 要借此来敲打这些大科技公司 别以为现在为了发展经济 不得不给你们松绑 是放过你们 外界评论 这次事件显示出中共体制 对投资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稍有一点风吹草动 都会引发一场风暴 好的 我们把镜头交还给主播 美国漫威电影《奇异博士2》 被禁止在中国上映 舆论认为可能与电影中出现 大纪元时报的镜头有关 无独有偶在周一的凌晨 纽约多个大纪元时报遭到恶意突兀 请看记者的详细报道 多家外国媒体报道 即将上映的漫威电影《奇异博士2》 失控多元宇宙 正式被禁止在中国大陆播放 可能与电影预告片中出现 大纪元时报黄色包箱的画面有关 大纪元时报副总编辑黄万青回应 大纪元标志性的黄色包箱 分布在美国各大城市 尤其在华人社区很常见 如果电影因此被禁 反映出大纪元时报的影响力巨大 中共非常恐惧 一方面向全世界曝光了中共自己的恐惧 也向全世界宣传了大纪元时报 根据最新发布的《奇异博士2》预告片 《奇异博士2》在纽约街头与章鱼怪搏斗时 镜头多次出现黄色的大纪元时报报箱 可以清晰看到大纪元时报五个字 以及报箱背面的两行字 历史巨变在眼前 指路真相大纪元 就在漫威电影《奇异博士2》出现大纪元时报的镜头以后 5月2号凌晨 纽约曼哈顿40多个大纪元的报箱被人恶意涂污 目前市井已经成立专案组来调查事件 其中有报箱被涂上圆圈 也有报箱被写上简体字 上网看中天新闻了解真相 差不多有44个报箱就是被涂鸦 而且涂鸦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 今年4月4号 纽约市井逮捕两名涂污大纪元报箱的嫌犯 嫌犯被指控涂鸦和拥有涂鸦工具 案件已经被移送到检方 纽约警方是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的 所以他是要求我们就是说如果发现有破坏报箱的行为 任何行为 就只要是针对我们报箱来的 我们都要去报案的 他那边有弊案的 大纪元时报表示 针对5月2号的突兀事件已经报案 我们也跟纽约的警方报案了 也向联邦调查局报案 美国也在抓 我建议不要去当中共的枪手 大纪元时报方面呼吁 如果读者看到报箱被突兀或破坏 请拍下视频照片 大纪元将把证据提交到警方处备案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韩瑞 有约报道 这本证实北韩在今天接近中午时疑似发射弹道飞弹 另外美国最高法院出现重大泄密 堕胎案在线政治风暴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恰隆企业首创智慧监控气体供应服务APP 监控气体刚平的入库查核验收 自动显示储存区使用记录 库存警报简讯远端遥控 智慧下单 自动化服务管理系统 经典盘点时间 节省人力 智慧监控APP 气体供应的解决方案 恰隆企业 台湾's display stand TDF more than 20 years of professional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 complete equipment and process provide you with fast and high quality products 台湾 technology creative design team creative idea perfect quality efficient production customized service and spatial visual reorganization made in Taiwan OEM and ODM services your most trusted brand TDF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夯伯金体厨艺捡 生食熟食 轻松料理 优雅下厨 厨房的好帮手 大师们的最爱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汤博精品厨艺捡 换取首创无浪板太阳能支架 多国专利防水设计 防水防锈抗电位插腐蚀 通过风动测试 可抗17级墙台 不需浪板散热加 省钱省工减少热衰解损耗 发电效益提高 投资者更快回本 应用广泛多元台湾可申请补助 建筑整合太阳能首选 灌絮太阳能支架 最近消息来看到 日本防卫省在当地中午12点10分表示 北韩稍早发射一次弹道飞弹的物体 北韩今年至今每个月都试射弹道飞弹 其中2月27号与3月5号 从首都平壤郊外分别发射一枚弹道飞弹 日本防卫省分析都是洲际弹道飞弹级的飞弹 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份裁决草案遭泄露 内容涉及允许堕胎合法化的罗素维德案 泄密史上罕见 引发轩然大波 5月2日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泄露了一份美国最高法院的机密草案 根据这份裁决草案 最高法院将在多布斯素杰克逊 妇女健康组织一案的最终判决中 推翻1973年罗素韦德案中 承认妇女堕胎权的裁决 保守派大法官阿里托在草案中指出 罗素韦德案从一开始就极其错误 不但理由十分薄弱 其裁决更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 罗案与后来的凯西案 不但没有促成对全国性堕胎问题的解决 反而激起了争论加深了分歧 目前高院的另外四位保守派大法官 托马斯 哥萨奇 卡瓦诺和巴雷特 都投票支持阿里托的意见 如果这一投票阵容不发生改变 美国妇女的堕胎权 很可能会在两个月之内 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这一草案的曝光 对左右分化严重的美国社会来说 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 最高法院门前迅速聚集了 大批反对和支持堕胎的 两派示威人群 5月3日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罗伯茨发声明证实 遭到泄露的是 真实不虚的合法草案 但并不是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 并已经命令法警 对泄密事件展开调查 高院机密文件遭到泄露 令美国保守派感到愤怒 共和党参议员霍利 发推文表示 左派通过前所未有的泄密破坏 继续对最高法院进行攻击 明显是为了恐吓 与此同时 左派政治势力则 对被泄密的草案 以及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总统拜登也迅速表明立场 1973年 最高法院对罗素韦德案的裁决 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也是美国堕胎合法化运动的开端 半个世纪以来 一直是左右两派的争论焦点 直到去年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多布斯素杰克逊 妇女健康组织案 使罗素韦德案的裁决 有了被重新界定的转机 如果罗素韦德案的裁决被推翻 美国将有26个州会把堕胎认定为非法 接下来更加受到关注的将是最高法院的裁决 是否真的会受到泄密事件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新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为真相护航为沉默发声 也为乌克兰民众欺负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唐结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纽约台湾举行出赛 8月28日纽约现场决赛 并网络全球直播 报名热线 0255713838 详情